《余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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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逆來順受是要 你有經歷的 就是你自己要一路到成長 你會慢慢從一個逆境開始 你可能會很生氣 或者不知如何接受 慢慢人大了 你會覺得自己已經試過很多次 亦都想改變做很多次 但改變不了的時候 唯有硬吃 應該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自己就隨著慢慢成長 我覺得現在會比較容易去接受 當有些很negative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我想都要靠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都會說 還有自己的信用 自己的信用都很重要 因為當你面對逆境的時候 旁邊的人只能說一些話 但真正改變你自己是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你要自己慢慢去反思思考 究竟應該怎樣去接受 你要講服你自己 其實你改變不了的時候 你唯有改變自己的想法 去逆來順受 你要受得到的時候 你某程度上自己都要 對自己來說是make sense 你才可以接受 我對大事會很容易去處理 小事都會有執著的 希望將來當我長大的時候 我可以連這些小事都可以受到 那就非常好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完美的 追求完美的 做事很認真 所以我很少 例如一些歌 要怎樣唱 我希望唱得最好 可能別人覺得可以啦 OK的啦 不用這麼認真 但我自己說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別人能付錢給你唱 你不能付80% 我希望是100% 這些堅持 漫漫會令人不明白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不是太過執著 或者他是不是太過認真 這些就是我自己說的每一件小事 我想是發放那個夢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有些事情 我們面對不到現實 又改變不到世界 好像自己一個人做 哎呀 我做就算我怎樣做 我是不是真的改變了呢 但是如果你連你自己一個人都不做 就肯定改變不到 但我覺得積小情多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傳下去 你怎樣都會改變到少許 怎樣的聲音都會出到少許 我覺得這件事是 透過音樂可以讓他們有力量力 告訴你你要追夢 要有堅持 以及每要實踐一件事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眼淚 很多血汗 很多犧牲 不會說你做了一個夢想 就是我想做 立即就會達到 完全沒有眼淚 沒沙石 我覺得又沒有可能 這件事是怎樣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透過音樂 可以鼓勵他們告訴他們 是這樣的 正常的 你跌倒也是正常的 碰沙石也正常的 眼淚也正常的 但是你要堅持堅守 到那個終點你一定會去到 我覺得音樂就是可以讓人有這個 這個大力 安慰 亦有它的治療 我希望將來 除了C12之外 C12都會繼續做 在將來的時間 可以將這種音樂延伸開 因為之前就說話題性 寫會性 但我覺得人在聽音樂 是需要那種力量 那種力量是怎樣可以發揮的力量 就是要鼓勵他們的詞 不要拒絕 在負什麼 想在負什麼 忘了 追夢又如何 我的主題叫做說話 因為我兩年前在香港的演唱會 叫做聲音的聲音 現在的演唱會叫做說 就是想營造聲音的說話 我們唱歌的就是聲音的說話 希望將來演唱會有聲音說話 然後怎樣 可以成為一個延續版 還有希望透過我的聲音 去將你們的故事 透過音樂說出來 可能在旁邊每個人聽 觀眾想聽的就是 他唱不唱到我的心聲呢 他唱不唱到我的故事呢 會不會曾經都是你的故事呢 我的歌 就是這個說 希望我的歌聲可以說到你的故事出來 其實是基於之前C12的project 反映都演唱 所以就覺得不如在年底 C12和關心面 關心面是剛剛自己的新歌 可以做一個演唱片 我覺得這個也挺有趣 所以也要看期 所以我們有這個期 可以去做一個演唱會 以歌會友去做一個很大熱的 一個真的很喜歡聽音樂 真的很想說到你的故事 幾個演唱會給大家 這個演唱會純粹想跟歌迷見面 還有可能有很多朋友等了我很多年 中間都沒有特別大的演出 就是演唱會的演出 我很希望這個演唱會 可以總括這兩年裡面的音樂 或者以前的歌 見一下一些歌迷 或者一些可能很少會出現 但會跟演唱會都會見面的朋友 支持我的朋友 其實演唱會搞是這麼簡單 沒有特別要達到什麼 可能在C12裡面 都想帶一些驚喜給我的樂迷 因為我都沒有人見過C12 也都不知道C12是怎樣 應該是怎樣 可能在這個演唱會裡面 你就會看到 C12就是這樣 事業上其實都希望讓C12可以繼續做 可能做完關心員的項目 C12是否可以繼續做一些和歌曲呢 關心員都希望可以 其實我很想做一些本音樂的本音樂 是這麼多年都好 因為我很喜歡跟一些很出色的樂手 和一些本音樂界一起合奏 合唱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 我自己很想達到的一件事 在生活上希望有多點時間陪回家 這件事都重要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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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